大家好,我是Yanki,我是來自啟文創社的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的旅程 首先不如讓我們去看片段 你覺得剛才這片段有點古怪呢? 其實有沒有想過我們平時就算喝醉酒或者沒那麼精神呢? 都會有這樣的狀態,看不到本書 本書前面有一塊雲在飄著飄著飄著 其實這就是我們在一些認知障礙症的家人身上聽到 他們的家人患了認知障礙症 露翠花時跟他們說的故事的狀態 我們其實是來自啟文創社Enable Foundation 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一個教育慈善組織 亦都是一個社會創新和社會研究設計的一個集團 我們的主要項目就是 DESIGN BY PEOPLE FOR PEOPLE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很清楚的 就是我們從來都不希望 是設計給一群有認知障礙症的朋友 更加不僅是我們希望盡量和他們一起共創 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共創 但最主要我想我們整個團隊很深信的一件事就是 當他們患了認知障礙症和家人 其實是最清楚這個狀態的 而我們一般的人可能根本就沒有接觸 所以其實他們每天都在設計給自己 設計給自己的家人 如何去解決他們日常生活遇到的問題 我們設計師和設計研究員 有什麼可以做呢? 就是可以在他們身上抽絲魔間 這麼有趣的一些生活小智慧、創意 令到把它變成一些有用的工具 去幫助其他未來需要的一個幫忙的人 我們會看到其實整個認知障礙症的狀態 在社會上有自由、people with dementia 也有現在的照顧者 而啟文創社我們很清晰的 就是我們的目標人物就是大眾 和一些未來可能會變成照顧者的市民 所以我們在2020年和日本的Moment Magazine 我們先寫了一篇文章 在說我們整個概念 其實裡面就處合了三個 我們叫如果 what if 的一個狀態 是幫助我們去做研究 也做一些創意的運作 我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三個what if 但主要都是會說 最最後的一個就是what if we all have dementia 那我最初的兩個就會很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整個旅程其實就在2015年 就是當我第一次遇到Florence 就是旗智元的GM 亦都通知他認識到他的團隊 和郭教授 那我們其實在一起 第一個做的事就是想到這個叫老人 那現在他們改了名字叫老有寶寶 那這個老人其實當時整個創作過程 和Don Mark 和麥東記一起去研究 如何可以令到多些人 用一個新的角度去想認知障礙症 那那時候最重要就是 沒有性別 沒有年齡 最重要是他不是痴呆的 但是最主要的狀態 我們希望那些人專注在腦中 老人 而現在腦是被他擦指教擦中的 那所以呢 當時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創意 是一個共創 由設計師 去到社工 去到醫學的專業人士 一起去想這個ideas 那然後我們的團隊就再 不發其上 就在想這個老人城 就想這個藍色的人物 可以在我們城市裏面 會有什麼有趣的事發生 或者遇到什麼問題 最最後呢 我們亦都用這個藍色的人仔 就幫了我們做這個identity 做了十一套 第一次叫Dementia Experience Tools 現在一直都是其治元的同事 用來做一些 比如corporate training 或者一些年輕人的training 整件事就非常吸引 因為覺得很有趣 亦都像這個男的公仔 我們叫做老人 或者老友寶寶 其實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首先我們說這個旅程開始了 第一個我們覺得如果的狀態 就是What if everyday objects even the cities become demanded 我們經常說 不是人類患了腦退化 是動物、植物、死物患了腦退化 其實這個城市會是怎樣呢 我們就用這個手法 去做了很多的公眾 特別是面向公眾 希望多些人可以去 了解這個病症 其中一樣我們做了不同的版本 還有老化家居 有Dementia Home 也有示範單位 我們可以看看這條影片的開頭 我們可以看看整個Dementia Show 從2017 The Neighboring Found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think what it might be like going into a bathroom and not seeing anything just an empty room or perhaps all of the objects appeared upside down it sounds really scary but this is what we've heard from carers that it might be like for some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y might either refuse to go in or be on the floor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may also perceive the world very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objects moving by themselves a carer told us that somebody living with dementia was holding onto a broom for more than 10 minutes by interacting with this moving room try to clear the rubbish we hope that you can feel the frustration of those who are living with dementia on a problem or just coordinating simple everyday tasks another common symptom of dementia is that people may have difficulties understanding simple tasks such as getting dressed putting a jacket on where's the sleeve which buttons are correct i'm just completely lost here project dementia goings key message is to invite everybody to let go in autumn 2019 the naval foundation words invited by the center for demands in copenhagen to explore the Danish version 好的 我們看到這裏了 我們去到達麥了 其實我們就在達麥市政府的Center for Demands 他們看到我們這一系列的 如果物件患了腦退化症的一些想法 他們就覺得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達麥的版本嗎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的Center的collaborators 包括有Nursus、OT,全部一起合作 一起想了五套丹麥版的 包括Dementia Table Set Coursework、Apron、Puzzle、Drinks 全部都是基於一些在當地的日常生活 例如set the table、put it on、assembly something 還有喝杯東西、寫個字 全部都是現在在Copenhagen的市中心 跟社群一起在一起合作 但是同一時間因為是一個教育程式 所以我們就會做了更多將這個症状 去更加研發更多一些不同的解釋技術 另外一個項目就叫做Visualizing Dementia 就是剛才你看到奇怪的 那個雲在那本書前面 這個也是特別是由香港的故事 演變到這條短片的 你會看到這裡就是 你經常聽到的白飯魚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一雙白色的鞋子 其實在《影之障礙症》裡面 我也聽到很多故事 就是人們會將一些以為 譬如在世上有看過喬弘宿 他就是試過拿著蕃茄以為是滋事 這個也是一樣的 在醫學上就叫做不用物件 其實是一個Cognitive Impairment 令到一些association上面的錯誤 然後第二個我們的What if 的狀態 就是如果我們的城市讓我們腦退化了 這個其實就是如果現場有很多social expert 其實都聽過這些叫做social model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如果不是我們患了認知障礙症 而是城市令到我們覺得我們有些認知障礙的狀態 其實這就是我們想創造的教育的想法 所以裡面我們做了很多跟城市有關的事 譬如剛才你看到的短片 其實在2018和2019年 我們得到不同的商界的支持 在他們的大銀幕、小銀幕上 把剛才的短片隨便播放 其實也得到很多迴響 因為很多人無緣無故在購物上看到 這是什麼?也發覺會不會家人有可能是有認知障礙症呢? 這也是我們覺得跟城市有關系 也創造了這個visualizing dementia 這個項目延伸到很多不同的角色 創造了一條片叫做Dementia Land 老化幻覺 其實就是把這些symptom再延伸到 他們變成我們一個平衡時空 Dementia的人其實住在一個叫Dementia Land的世界 你聽到整件事很speculative 很故事化 其實整個概念就是想跟年輕人一起去說這件事 這條片就是我們拍的那條叫做 老化幻覺 的代表 因為我們一個對 在別區影片中 也會看到三個人 見到一個人 簡向 você 剛才看到寶里 在2019年9月21日 世界認知障礙生日 是於關華日 我們將這三個角色邀請來銅鑼灣和許多市民 亦同時表現了他們在城市裏面的混亂 例如這個叫做The speaker 其實是有些聽覺的障礙 或者聽覺的Illusion 在城市裏面走下去會有什麼感覺呢? 亦有這個叫做The eyes 其實它是有一個視覺的影響 亦是因為跟Dementia有關 有很多Illusion會出現 最後就是你剛才看到勤叔 做的角色叫做Bolly Bolly就是手腳很不靈活 有Coordination的問題 在城市裏面他就被人覺得好像是壞壞的 但其實整個訊息最終是希望多些人 特別是年輕人去參與 在未來將會有一個很大的 全球問題的一個運動 那一起呢 這個想法就是他們在Pair Level 平衡時空那裏出來探望我們 那時候我們可以歡迎他們的 那也都是到最後我們最想說的訊息 是說我們可不可以與老共母 大家一起去迎接 去準備我們的城市將會有很多很多人 有Dementia 那第三個就是我想再說得比較細節一點 那就是這個就是What if we all are Dementia 那我想如果這裏有很多醫學的朋友 或者是寫腹部的朋友覺得 啊你說這些東西 Dementia 那些東西不能說的 但是我們由一個設計研究的角度 希望可以帶一個新的Perspective 所以我們就會將一些特別的文字上 有些我覺得比較玩笑的狀態 就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這個其實整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剛才說不想是prepare 但是希望是我們不想只專注於prevention 就是其實是怎樣去prevent 但是其實我們大家可不可以準備 去準備整個世界有很多人有Dementia 那其實數字回來都很清楚的 那將會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那世衛組織都說了 譬如2050年27年之後 全世界就會有50個million的人 就會有Dementia 每三分鐘就會多一個 那其實最大的implication就是 一個很大的金錢上的需要 有很多照顧的洗費要用 而香港我們就發現 就是絕對是很需要一個新的Model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2015年其實已經有12,000人 被正式被Hospital authorities 療癒了是有Dementia 但是雖然政府已經盡量推行 很多很多不同的support 在2019年正式推行了自由醫社同行 那其實有40多間的長者地區中心 已經開始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那他們每年是在做50個case的 但是其實你計算一條數 每年都在說2000個case 那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上的差距 那所以我們就覺得是需要一個新的Model 去幫助我們的醫護和社福界的 那所以如果你看回醫護的朋友 就主要看病毒、治療、醫療的一些狀態 而社交的就說了 例如照顧者或者訓練 那其實我們希望 enable可以take the lead 和我們所有創意的朋友 一起去考慮這個 叫做Cultural Model of Dementia 那希望是專注於未來 專注於我們一些社會上的 而我們第二個 剛才Dementia Going 就是第一個SRE Fund的項目 第二個就是老化香港 就是Dementia Hong Kong 那社創基金其實就是說社會創新 那所以我們整個概念就是 Wide on 現存的自由醫社同行 那就是有很多service innovation 包括在醫療和社交上 那我們就加插了我們的 des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的 creativity 那這個概念就是希望攜手 做一個社會性的創新 關於我們未來的認知障礙的城市 那也都我們很清晰地分析過 譬如剛才說醫療 社福界就會說Dementia Friendly 有善社區 那我們就發明了一些叫做老化幻覺 那就是完全是一個 inspirational 的一個 approach 那也都我們專注於做很多tools 那目的目標人物 都是一般市民 希望可以跟他們一起 去共創一個我們叫Dementia Freely 的一個community 就是完全可以接受 認知障礙整的一個城市 一個社區 那所以我們是自2019年 由COVID開始 都不斷都在做不同的 一些pop up 在不同的社區裏面 做一些pop up的show case 那就under一個campaign 叫做OK Dementia 老化好生活 那我們在2019年 2021年 就開始去實踐這個概念 叫做老化好生活 那麼我們當時就做了10個 我們發展了10個ideas 就是 everyday topics inspired by dementia 那這個其實都 ongoing 一直在做的 那希望可以真的推薦到不同的社區裏面 那其實這裡最簡單的概念 就是自由意識同行 這裡大家都很多很熟悉 那就經常都說 functional cognitive training 還有這個叫做 psycho social 那我們就用設計的角度 就重新 reframe 就是making sense reimagined individual connecting others 那也都將它表現做reality bodies 和play 譬如第一組 我們有四個 三個ideas 第一個就是counting happiness 零食那裏有個護士姐姐 就跟我們說 她就說 如果我們在記憶淡忘 甚至退化之前 其實我們好好去儲一些快樂 那其實 可能我們的生活會覺得好一點 那這個就是我們當時 怎麼設計了一個叫做快樂卡的概念 希望大家將快樂去量化它 第二就是說洗澡 洗澡解話 那當時就是跟聖James的同時 就有人跟我們說 原來除了穿衣服之外 洗澡也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態 因為其實從來 特別在我們文化裏面 洗澡一個這麼私人的時間 其實沒有人知道你想怎樣洗澡 但是當你真的患了腦退化的時候 你要被洗澡的時候 那其實就會創造了很多 家人和家人之間的困難 也去到說身體的接觸 我們的文化裏面都比較少說的 東華三院的同時就跟我們說 在認知障礙訓練裏面 其實身體的感知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另外一套就是說我們一些關於 我們自己是哪個 我們自己是一個 這個第一個就是穩強項 那就是跟香港製方會的同事 一起就想了這個叫做Mokka Cafe 或者OKD Cafe 其實根據這個很有名的Mokka 一個療療療程式 我們就把這一張紙A4 就變成一個喝個茶吃個包的整個經驗 希望讓多些人不要那麼恐懼去做療療療程式 也有Pascal Anson 就跟我們英國的一個設計師 一個及作無間的設計師 跟我們一起想 跟基督教家庭會不會中心 就在談論 其實原來裝備自由 其實是要講時間 講很多時間 講怎樣去計劃 他們未來的生活會是怎樣 所以我們就想了這個叫做 砌時光Time Table的一個Tools 希望也將時間量化它 那麼更加的概念 另外一個就是講到Season 即是四季 我們也都跟Sage 一起想了這個共創四季 就是怎樣有一間房間 可以令到自由進去 即是跟他講到四季 什麼叫做夏天 什麼叫做冬天 Jano Madin Say 就是在講 Connecting Others 就是跟其他人一起 發覺其實很多同工跟我們說 就是認知最後症裡面 有很多miss understanding 也有很多miss discussion miss link 所以就想了這個叫做Dimension Metaphor 就是讓一般人和Dimension的朋友 一起去講什麼叫腦退化症的 也都有這套落茶句 就教世君的 特別是油尖旺的同事 一起我們聊過 可以一起喝杯茶 一起作曲 然後也有跟信義會說的什麼叫做信任 我們就創造了一班設計 一班設計的設計師 就想了怎樣把信任這件事化作成幾個手的形狀 就是令到多一些人可以 可以很實際的去感受信任 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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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這個 這個也有趣的 是一班Zurik的設計師 就跟我們把NAAC的同事 就跟我們說 譬如很多智友都會 他們不是很想跟別人聊天 特別是說HELLO是更加難的 我們就想到這條方法 就叫做 Wave Index 輝浪潮 那怎樣可以做一個37、39的HELLO呢? 亦都可以做一個41、37的HELLO呢? 甚至是44、54、49、59的HELLO呢? 然後我們也有把所有的想法 嘗試搬到社區 有一個叫做老化好社區節的 在2019年 我們就把2021年 我們就把所有的想法 邀請不同的夥伴一起再繼續測試 我們要很快就展示了一點開頭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四季房 這裡就是華府邨 這裡就是我們長期的Education Partners 在香港自尊次的學院 我們就在裏面做了一個展示 就在說這幾年跟學生的合作 去作的故事 或者他們想到一些關於Dementia 的狀態 這個就是在希臣廣場 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Dementia 的一個Metal 就跟大家一起去談 去說什麼叫Dementia 也有電影分享會 其實整個概念就剛剛出了一個 我們叫做Dementia Scene 其實是一本Catalog 叫Catalog of Dementia Things 就把我們剛才的三個What if的想法 裡面都建立了很多Dementia Things的東西 其實就放在這個Catalog裡面 裡面說的是A,Association B說的是Body Engagement C說的是Communication 最重要的是Dialog 而這本Catalog 我們其實是免費給人下載 其實希望多些可以有Collaborations 除了我們的旅程 除了在香港 去過丹麥 去過荷蘭 其實去年我們就去完Louvain 在Belgium 這個就很快就先展示這段影片 我們也沒有裏面的 能用來看看Dementia 開放上街的 在公室的地方 到哪裡去購物 在咖啡沐 其實我們就是 最主要跟他們 在這個 reportions製作了一個 Demains 17舊 擬圖 不同的B噸 their 他們是一部分《Talking About Things》的展示室。 這展示室是我們同時參與去採訪。 亦在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帶回香港, 或者做一個香港的Dementia Tour。 這個展示室是關於《Dementia Things》的概念。 例如會不會在香港的升階就發生了, 或者是天候,或者甚至廟街。 在香港。 我們都走到Nurv, 但可能是時候回家回家。 可能我們可以重新回程到其他城市, 與新的訊息, 訊息和訊息, 與市民、市民、市民、 和人生病患者。 大家留意在一起 多謝各位收聽 今天我們希望 真的有跟你們一起 希望參與這個Journey 可以有更多共創的可能性 拜拜 好